所以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简单的五个字 坑墙有力 直升机也在这个时候 盘旋地落在了前方 造成交通堵塞的十字路口 从直升机上下来的男人 俊美霸道 旋转的螺旋桨 带起了周围的一阵风 他的西装衣摆 被风扬了起来 但这些通通比不上 他灼灼眉目的飞扬 这个男人从直升飞机上走下来 西装比挺 一双傲人的大长腿 比替台上的男膜还要耀眼 更不要说 他棱角分明的轮廓 和立体坚毅的五官了 还有他浑身散发出来的尊贵气质 就像是从童话中 走到现实里的王子一样 关键是 他的手里还抱着一捧玫瑰花 火红的玫瑰 映衬得他的皮肤白皙 美轮美奂 他穿过人群 静直地走向了人群之中的赤恩恩 在他的面前站定了 那一双漆黑的毛子 倒映出了他的样子 深邃的 就像是要把它吸进去一样 赤恩恩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紧张了起来 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 抱着玫瑰花 耀眼地让人不敢直视的男人 突然低沉沙哑地开口 赤恩恩 嗯 他不知道回答什么 只能是尽量地让自己不那么紧张 故作镇定地嗡了一声 抱着花的男人 似乎是不满意他这个反应 拧起了眉头 随即放开了 强势地把花塞进他的怀里 八道地说 拿着 赤恩恩的怀里突然多了一捧花 还是这么随便地塞给了他 和他之前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 他都被弄得傻得眼了 他搞这么大的阵仗 弄得这么浪漫 然后在万众瞩目的状态之下走向他 就这么简单直接地把花塞给他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可是任何女人在这样的场景之下 要是说一点期待都没有 那是假的 结果 这个男人用最直接的方法打碎了他的期待 告诉他 有所期待的他 简直是一个大笨蛋 你收了我的花 就不能再收其他男人的花了 听到了没有 这算是表白 他不得不承认 对于利北角来说 这种可能真的是算是表白了 就在他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 一只霸道的男人突然说到 十三万一千四百朵 什么 智恩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利北角却突然射住他的眼睛说 他给你的玫瑰花 是五万两千零二十七朵 我给你的 是十三万一千四百朵 智恩 以后 我会给你更多 就像以前 我给你说过的一样 你想要的 哪怕是天上的星星 我都会摘给你 所以嫁给我吧 所以 嫁给我吧 一枚漂亮精致的钻石戒指 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一枚戒指 简简单单 没有以前他送给他的戒指 那么多的花样 但是这一枚戒指 却是任何人都能够 一眼认出来的结婚戒指 智恩 我以前送过你很多戒指 但是这一次 我们结婚吧 是真的要结婚了 所以 要给他一个真正的求婚 不让他有任何的遗憾 但是 这一次 我们结婚吧 智恩恩一开始 还没有那种 特别浪漫的感觉 可是 当他说出这句话 他的心脏 还是不可一指地 跳动了一下 他伸出了手 好 林安心约好的 那家咖啡厅里 现在 正在用超大的蓝屏电视 360度的 同步播放着 十字路口的盛况 当看到 丽北角直接把怀里的鲜花 塞进 吃恩恩的手里的时候 他猛的一口水 就喷了出去 正好就喷在了 坐在他对面的 丝尘的脸上 他一边擦嘴 一边拿起纸巾盒 递给了过去 道歉道 不好意思啊 我 我没忍住 丝尘被人 喷了一脸的水 那水 还是从嘴巴里 吐出来的 要是换一个人 这么做 他早就发火了 但是 这个人是林安心 他又默默地 忍下了这一口气 接过他 递过来的纸巾盒 抽出几张纸巾 擦了擦脸 算了 林安心 撑着胳膊 眨巴了一下眼睛 看向他 思辰 被他注视的 手上的动作 都不由自主地 慢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专注地 看着他的人 突然 一本正经地 冒了一句 我发现 嗯 他心跳都要加快了 林安心的红唇一碰 把接下来的话 一口气说完 我发现 你最近的皮肤 真的是有点干燥啊 我刚才不小心 喷到你脸上的水 一碰到你的脸 就被自动地吸收了 思辰听到了 什么叫做破碎的声音 他的嘴角抽了抽 罪魁祸首还不算完 又给他来了一句 要不要我再帮你喷点 就当补水了 思辰深吸了一口气 才压下了 被他气得翻涌的呼吸 硬是挤出了 一个平常的微笑 淡定得到 不用了 我就是喜欢缺水的感觉 不生气 他不生气 他越是表现得生气 这个女人会 越是玩得上瘾 这是他对这个女人 多年的经验总结 千万不要跟他计较 你要是跟他计较了 他有一百种方式气死你 林安心看他 没什么反应的样子 美目中闪过了一丝遗憾 不过 很快就整理好了心情 马上又来了一句 啊 你终于过够了 小白脸的日子 准备要往男人味 上面发展了吗 不过 你确定 你对男人味这个词 理解正确了 男人味 那不代表邋遢 你可别味了有味 不洗脸就算了 连澡都不洗了 死尘好不容易 维持住的不生气 差点一秒破功了 他就知道 这个女人 总是有一百种办法 找到他最最不爱听的话 堵得他脸黑了为止 还有一个捧场的 在旁边不客气地笑了出来 兴趣盎然地说 我发现 林小姐真的是好有趣啊 我好喜欢你啊 可惜 我不是一个男人 但是 我要是个男人的话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你了 我的抗压能力 没有丝绍那么好 还有 我要是变成男人的话 肯定也不是丝绍这种类型的 我可能要慢一点 他说得也太直白了 关键 他说得还很认真 像是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自己变成男人 会不会喜欢林安心似的 霍雷霆看着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说的话 在他的好友的心头 又插了刀子一样 默默地当作是没有听到 想念他 我能带他 那么可惜 我能带他 睡识